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带大家一起看一下剩下的两位 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一键三连 说到万金油这三个字 最先浮现在你脑海中的是这个 还是这个 在六达机酒中也有这样一种万金油 它就是福特加 福特加是以黑麦小麦这类古物 或者马铃薯为原料制作 经过蒸馏形成的高度数的中性烈酒 再加入水多次蒸馏形成 常见的福特加是由穀物或者马铃薯制造 但原则上来说只要是含有淀粉的穀物 或者是根茎作物都能作为福特加的原料 而比较好的福特加则需要经过至少三次的蒸馏 再用活性炭过滤取得纯净无瑕的酒液 与福特加这个名字牢牢挂钩的 莫过于战斗民族俄罗斯 正如Volka这个名字 取自于斯拉夫语中的Volka 原本的意思是水 而拉丁语中更有着生命之水的含义 可见福特加对于斯拉夫民族的重要性 在福特加起源这个问题上 俄罗斯说是他发明了福特加 但是他的小老弟波兰显然对于这种说法不是很满意 因为波兰记载的最早关于福特加的记录 可追溯到15世纪 到底两国谁先发明福特加已经不再重要 因为当下对于福特加的定义 确实是俄罗斯定下的 不过福特加和朗姆一样 没有很严格的关于产品体系的划分 所以很多国家都在生产属于他们自己的各种福特加 福特加是无色透明的 口感上来说也是非常的中性化 不苦不甜不色 只有一些灼热感和酒精的清香 这些特质很像我喜欢的EVA系列里的三无少女 Ayanami Lei 林波利 而正是这些特质 让福特加成为了鸡尾酒世界中的万金油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个性 所以在鸡尾酒需要重点突出另外的材质 和提高相应的酒精度 而又不想让鸡酒的风味喧宾夺主的时候 加入福特加是最好的选择 除了度数改变 其他啥都不变 甚至后来在鸡尾酒中专门出现了一个Martini分类 比如Peach Martini, 水蜜桃Martini, Chocolate Martini, 巧克力Martini, Espresso Martini, 咖啡Martini等等 都是纸带的这里加入福特加并使用Martini杯的鸡尾酒的配方 代表鸡尾酒有Moscow Mill, 莫斯科罗子, Cosmopolitan, 大都会 整齐的一盘Shot配上柠檬和盐 是快速上头的好方式 也是无数人的酒吧噩梦 它和老母并列为鸡酒中的南美派选手 在鸡尾酒世界中使用的不多 但一出手往往都是经典 它就是龙舌兰 龙舌兰是用产于墨西哥的龙舌兰草的芯 也就是它的临近部分为原料制作并蒸馏的 依据原料的区别可以分为Purk, Mezcal, Tequila 但是通常来说在鸡尾酒的世界 我们讲到龙舌兰特质Tequila这个类别 Tequila是龙舌兰一族的顶峰 要求在直径产区 使用一种名为蓝色龙舌兰草 Blue Agave为原料制作 才能称得上Tequila 它跟威士忌和白兰蒂一样 对于酒标有着严格的规定 以颜色和成年的时间有如下的划分 第一种Blanco, Silver, Plata 就是银色龙舌兰 只带透明无色未成年的龙舌兰 Gold, Hoven, 金色龙舌兰 不过这个金色并不指带成年 通常是经过调色呈现出来的金色 Repsado, 微成龙舌兰 在项目桶中成年两年到一个月 Anejo, 成年至少一年 没有上限 这个等级的龙舌兰通常用来纯银比较多 龙舌兰的口感比较复杂 带有强烈辛辣的植物香气 部分成年的龙舌兰有着不逊于威士忌 白兰蒂的醇厚层次 而且为了综合龙舌兰这种辛辣的味道 诞生出了龙舌兰配盐的这种独特的喝法 约上三五好友 在酒吧来上半打Shot 丢着盐和清宁一口闷 绝对是快速进入状态的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在鸡尾酒的世界中 龙舌兰用的不是很多 但以它为基础 催生出了一款款相当经典的配方 比如我非常喜欢的Margaret 玛格丽特 以及它的衍生配方 蓝色玛格丽特 顺便说一句 正是因为蓝色玛格丽特这款酒 让我走进了鸡尾酒的世界 这款酒符合大多数人 对于鸡尾酒的预期 兼顾视觉与味觉 背后又有凄美的爱情故事设定 还有这与众不同的喝法 代表鸡尾酒 Tequila Sunrise 龙舌兰日出 Margaretta 玛格丽特 经过这几期节目的介绍 相信你对于六大鸡酒和他们衍生出的鸡尾酒 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接下来不妨找个机会 到当地酒吧 挑一个相对空闲的时间 坐在吧台和调酒师聊聊酒的这些话题 会慢慢的拓宽和加深你对于鸡尾酒的理解 我是大蒂 AKA 扎扎辉 你的野生调酒师 我们下期再见